大家好 欢迎收听双语的海边摄影治疗所 以后我们会固定每个礼拜 在这个频道上分享摄影的知识 经验 心得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败家的心路历程 各位粉丝欢迎在下方留言 提出你们最想知道的摄影问题 双语的海边一定会尽力的为大家解答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单反旗舰机的未来 这个旗舰机的价格总是居高不下 但是它叠价的速度也是超乎你的想象 我提供一些数字给大家 让大家稍微有个概念 在2014年的时候 Nikon的顶级旗舰机种 它的定价是18万9千元 那我刚刚到二手市场上面去看了一下 现在是2021年 也就是过了7年之后呢 二手市场同样一台机身呢 它的价值只剩下4万块不到 我们稍微用数学换算一下呢 大概可以得出每年的折旧率是20% 每次讲到20%这个数字 心里面就觉得很悲催 大家去年投资股市 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赚点钱 那当然如果你想反过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资产的大幅缩水 什么叫资产的大幅贬值 那欢迎你 马上到市场上买一台单眼旗舰机 你就可以感受到一年掉下20%的威力 大家会觉得好奇 这么贵的相机 这么贵的机身 一台就要台币20万 那它到底是要卖给谁呢 没错 就是卖给职业用户 一般的消费者 他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 那单反相机过去的高单价 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职业用户的支撑呢 有一部分原因是不得不 因为很少部分的功能 有一些很关键的功能 偏偏就只有旗舰机所有 比如说高速的连拍 每秒12张 每秒15张 有时候对我们拍摄 拍摄这些动态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选单按键 一台机身的上面 可能你数一数就有30几个按钮 那这些按钮 它都分门别类的 固定在某一些地方 这个就非常方便 摄影师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我们只要用手指头 就可以瞬间的去操弄 这些大量的阐数 在现在这个时代 对比无反相机 单反就是缺乏两样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卷积神经网路 带来的人眼识别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对焦点 单反相机的反光镜 天生的把这两个功能 都聚视在门外了 以前在D850的时候 Nikon虽然成功的将脸部辨识这个功能 放在反光镜下方的小型转感器 但是由于非常粗略 它终究没办法辨识出眼睛的位置 唯一能让相机辨识眼睛的方法 就是移除反光镜 直接让感光元件暴露在外 使程序能够及时的计算出眼睛的位置 以往DSLR的摄影师 我们非常的排斥反差式对焦 也就是所谓live view 因为DSLR的反差对焦 真的是差劲无比 抽风式的对焦 花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前前后后好忘记抓到了主体 但是说主体早就不见了 违背了摄影人 瞬间记录的需求 以前的DSLR live view 它只测对比不测距 所以它对拍摄移动中的物件 也是非常的苦手 这几年经过了 Panasonic和Sony的黑科技之后 厂商终于成功地把对焦模块 整合到了CMOS上面 而且用更先进的数学程式 大大的增加了 无反相机的对焦能力 现在的无反相机 除了反压 单眼相机的对焦能力 还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地方 比如说相机减重 还有电子观景窗品质的提升 这是以前很难做到的 但现在这个micro LED 做的品质比较好的之后 我们从这个电子观景窗看出去 你心里面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静音拍摄的功能 这个在以前单反的时候 单反即便开了静音拍摄 他声音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无反这部分 在对于拍摄会议活动 或者是音乐会的部分 这个全静音的拍摄 的确是非常的有益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内建防手震 无反的很多的机种 它的感光元件都是 具有五轴防抖的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 单反卖了二十几万的旗舰机 始终没有能够做到这一个 大家都想要的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视频拍摄功能的强化 这个就是单反的弱像 不过即便单反要做 这个对我们的右手也是一个负担 因为单反相机的重量 总是比无反相机来的 重了好几百克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更低耗电量的实现 这个地方讲的并不是说 无反相机的耗电量小于DSLR 这个地方是在讲说呢 Sony的每一代 其实它都改进了耗电量的问题 而且直到了A73出现之后呢 基本上职业用户 已经能够接收了那样的耗电量 大家如果看一下 Nikon的Z系列版本 那从Z6一直到Z62 它的这个电池 实际上是从ENEL15B 一直进化到了ENEL15C的版本呢 如果你要问Z6跟Z62的机身耗电量 本身是有什么改善 我想大概不是这样子的 Nikon的做法是直接加大了ENEL15C的 除电量 在实测当中呢 会发现新版的电池会比旧版的电池 在录影上可以多出35分钟左右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以上种种的益处呢 大幅的增加职业摄影师和一般用户 对无反的接受程度 过去的单反旗舰机啊 动不动就一台就20几万 四年一换 没想到在最近的四年之间呢 无反的数学和物理优势 逐渐的渗透 而且渗出啦 首要的原因是因为 单反的性能已经到顶了 但是厂商的定价策略却没带上涨 大家从投资的观点看呢 会发现旗舰机不仅 跌价的速度非常快 市场上其实还有更多 更便宜的无反相机可供选择 死亡交叉现在已经是进行式了 2020年的无反销售量 已经胜过了单反 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 现在厂商推出的无反的产品 比单反来得多 但不管怎么样 单反的高端售价 在2021年的今天啊 可能要面临转折点 入门级的单反情况 可能更是危险了 它的左边遇到了手机市场的挤压 大家出门带手机不带相机 右边受到了Sony E卡口 为单的威胁 比如说从A6300 6400 6500 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呢 通常会选择这样比较小的相机 而且功能齐选的相机 作为他们旅游的记录替代评 单反成为时代的眼泪 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 如果要说单反有什么无可替代的优势 那大概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肉眼 透过观景窗去感受到那个光线 那是你用电子观景窗 它永远没办法取代的感光记忆 但是当我们这一代人都习惯了手机拍摄 也就是透过荧幕取景之后呢 无反的这种拍摄模式 大概也就不是这么难以接受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买一台新的相机 作为你旅游的记录 那你到市面上去 你的首选是单反还是无反呢 所长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金牛滚滚来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